今天要来教大家如何使用Apple Pay 将信用卡跟Visa金融卡加入你的iPhone 让你出门就不必再带钱包咯 那使用Apple Pay其实就是将你的信用卡 或者是Visa金融卡加入你的iPhone钱包里面 钱包里面可以储存多张卡片 像是现在我点进来 大家看到画面上有非常多张卡 然后排在最前面的就是预设卡片 预设卡片是什么呢 就是平常你在锁定画面的时候 这个时候如果你想要把Apple Pay叫出来的话 就按两下侧边的按钮 它就会出现这个Apple Pay的画面 那这个时候出现的就是你的预设卡片 那在使用的时候它会自动感应Face ID 那如果你戴着口罩 它也会出现这个用密码付款的按钮 如果你不方便把口罩拖下来的话 你就按这个按钮 它就会让你输入你平常锁定iPhone的那个密码 那验证完毕之后 你就拿你的手机去感应他们的机台 这样就可以付款了 那虽然说有一些小商店 可能没有支援这个Apple Pay 但是其实大部分的商店都是可以接受的 像是超商超市百货公司都可以使用Apple Pay 那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下 怎样把你的信用卡或者是viva信用卡 加入你的iPhone钱包里面 首先去找到你iPhone里面钱包这个App 它长这个样子 把它打开 进来之后呢按一下右上角的加号 这边有个加号 接着呢它就会让你选择说 你是要加这个金融卡还是交通卡 不过目前台湾好像还没有支援交通卡的部分 那我们按一下上面的信用卡 然后我们按继续 进到这画面之后呢 你就把卡片上面有卡号的那一面对准相机 让它扫描 它感应的还蛮快的 然后上面呢就会直接出现 你在卡片上面的名称跟卡号 然后你可以确认一下它有没有扫描正确 确认没问题之后呢 按右上角下一步 接着它会让你填你卡片上面的倒题日 还有安全码 安全码就是在另外一面的三位数数字 按右上角下一步 然后它会让你确认一个使用同意书 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要验证这个卡片 是不是你本人在加入Apple Pay的 然后大部分人应该也都是传简讯的方式 所以它会寄一封简讯给你 那我们按下一步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的银行就会寄一封简讯给你 然后像刚才iPhone是自动代入上面的验证码 那如果它没有代入的话 你也可以直接手动输入它简讯机给你的验证码 验证码输入完成之后呢 银行也会寄一封你Apple Pay设定完成的简讯给你 然后现在我们进到这个画面 就是它在问你要不要把这张卡片设为预设卡 就是我们刚才说 如果你在锁定画面按两下 侧边按钮的话 会自动叫出Apple Pay 那这个时候预设的卡片呢 就是你感应的那张卡片 如果你有很多张卡的话呢 你就可以想一下哪一张要设为预设卡片 那这个等一下也可以改 然后这边呢也可以加入Apple Watch 如果你有使用Apple Watch的话 那这个部分呢 我下一次会做一部影片专门讲 怎样把Apple Pay加入你的Apple Watch 还有怎样使用 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有Apple Watch 那现在呢 我们先按一下右上角的完成 这样子就加入成功了 那现在呢 我们来讲一下 如果你今天有很多张卡片 然后你想要更改预设卡片的话 要怎么用 就是我们在钱包的这个画面呢 你直接长按这个卡片 把它拖到前面来就可以了 这样子这一张就会变成你的预设卡片 那再来我们来讲一下如何使用这个Apple Pay 虽然我前面已经讲过就是Face ID的部分了 今天不管你的iPhone机种是哪一种 或者是你在任何的画面啊 或者是锁定画面 如果你要使用的话呢 就是按两下旁边这个锁定画面按钮很快 按完之后它就会出现这个Apple Pay的画面 那如果你是Face ID它就会感应你的脸部 那如果你戴着口罩的话呢 你就可以按下面这个用密码付款按钮 它就会让你按密码 那如果你今天是Touch ID的机种的话呢 你就必须要把你的手指放在感应的地方 那我发现在付款的时候 你还是不能太靠近那个机台 你不能完全贴着那个机台 也是要留一两公分它才会感应得到 感应完成之后呢 你的手机上面就会有完成跟一个打勾的图示 然后再下一个呢 要来讲一下怎样删除你的卡片 例如说你今天卡片不见了啊 或者是你要换卡之类的 首先呢在钱包的这个画面 你点到你想要删除的那张卡片里面 接着按一下右上角三个点点 然后滑到最下面 这边会有一个移除此卡片 点这个 然后它就会提醒你说 如果你删除这个卡片的话呢 你的交易记录也会被删除 那我们就按删除 这样子这张卡片就被删除了 然后你的银行也会寄一封简讯来跟你讲说 你的卡片在Apple Pay上面已经被删除了 那我自己用了一阵子呢 我觉得这个功能真的非常的好用 有时候不止实体店面啊 网购什么的都可以使用这个Apple Pay 那下一集呢我还会跟大家讲说 怎样把这个Apple Pay加入你的Apple Watch 我觉得那样子又更好用了 因为你连手机都不用拿出来 直接用手表干硬就可以了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还有任何疑问或是想要学的iPhone教学的话呢 也会在留言区告诉我哦 我是苹果贝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